欢迎回来继续Focus 中国大陆现在机票的价格如何 中国在疫情解除之后 民众大量大量出国 国际航班持续恢复 那么现在增加航点有加速的迹象 我们来看几个 北京的大型国际机场 开通了第一条从北京 往返巴基斯坦的航班 另外中国和埃及两国之间的旅游 全面升温 所以上海开通了另外一条 是往返埃及第一条国际直飞的航线 美洲三班 还有美中之间直飞的航班增加了 现在增加到每个星期 美中之间直飞70班 在疫情之前 每个星期超过300航班 其实随着航线开通航班增加 那第一个反应就是 机票价格会大幅回落 从北京飞美国西岸旧金山的大城 那么年初人民币要15000块 现在从北京飞旧金山 人民币6500块 从巴基斯坦而来的班机 降落在北京大兴机场 在防疫解禁后 大陆国际航班持续努力恢复中 近日有加速迹象 19号大兴机场开通了首条 往返巴基斯坦的航线 我们初始航班的每周两班 周三周天 后续的我们可以延伸到增加到三班 以往只有到北京首都机场 搭乘中国国际航空 才有飞往巴基斯坦的航班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选择 不仅是便利旅客 透过新航班也增加空运载货 我们首航的货物既有医药产品 也有纺织产品 这都是巴基斯坦急需的这些物品 我们运送过去 同时这班从巴基斯坦过来的航班 有满载巴基斯坦的农产品 海鲜到达了北京 开通后给双方市场经济合作 带来更多机会 17号上海的浦东机场 则是开通往返埃及的直飞航线 当天还以民航最高领域过水门 迎接从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 可以看到在我身边新入住的 埃及航空的直击岛前 排着长长的队伍都在直击 因为就在凌晨的1点05分左右 从上海开往开罗的首个直飞航班 就将从这起飞 上海飞埃及首航当天 还有旅行社组团搭机出游 从城上这个爱航的第一班航班 直飞开罗去开罗旅游 很开心 除非这么多国家了 但是呢都是从爱航的 爱是爱比较航空的 转接多 这是爱航的 因为首飞们应该好点的 价格什么都应该好点的 埃及航空目前在全中国大陆 营运的航班总数为每周16班 12月东方航空也要推出上海到开罗的直飞航班 成为大陆航空公司首次开通的备飞航线 我从德国 我在中国在商业 现在我去德国回到开罗旅游 我觉得是很棒 我们有更多选择 来到沙亚 至于先前旅客狂敲碗的中美直航 9号中国大陆进入东春航季后 终于扩增到每周70班 而航班的客座率基本都有8成左右 其中生物出行探亲居多 我在美国工作 然后回国出差这次是 我是从事制造业的 然后这次是去应客户邀请 去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然后去商谈一下我们今后的项目的合作情况 随着航班增加 机票价格大幅下降 以北京飞旧金山 从年初的人民币1.5万 降到人民币6500元左右 飞往纽约的价格 从年初的人民币2万元 降到人民币9800元 从现在的航班量来看呢 增班后仍然距离2019年的航班量 还有较大的差距 但是短期内做出第二次增班调整呢 说明现在双方之间 还是有继续增开航班的倾向性 大陆10月受到黄金州假期激励 民航旅客运输量按年大增252% 不过境内旅游还是占多数 主要就是国际航班恢复问题 不过随着航线开通 航班增加 旅行社已经开始准备明年春节出境游复苏 在疫情前的2019年 大陆出境游人数是1.55亿人次 境外消费达1338亿美元 要等到国际航班恢复 市场预计到2024年底 才有望回归疫情前水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